那我只能逼你收回成命了 看来你是找死 快点 嫦娥天鹏 你们来我行宫有何贵感 地瑶让你放出石子是一个阴谋 她是在给你下套 我当然知道那是阴谋了 这还用你说吗 既然知道是阴谋 那你还不赶快召回石子 你以为我是听从地瑶的指令 召回我的石子 来镇压妖魔鬼怪的吗 我告诉你 我是想让地瑶老儿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实力王者 那我只能逼你收回成命了 看来你是找死 天鹏 小妖姐姐 快走 我们现在没有法令 都破坏了 你也罢 嫦娥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你帮我解决长阳山下 以行天为首 妖魔火乱 我就召回我的石子 二 你就是从哪儿来到 回哪儿去 别淌这屯浑水 选择给你了 至于说怎么决定 那就看你的了 对了 你们要找的人 也去长阳山了 你还是把我给耗进来了 干的全是得出瘾的活呀 帮都帮了 好人做到底吧 别整紧了 你也圆啊 你也圆 继续 来 继续 天鹏 挺男人的嘛 那么虚弱 还要硬伤 我要是不挡住 不就伤了你的身体了吗 再说 我还得保护长阳姐姐呢 天鹏 你没事吧 没事 好着呢 也就是说 我们解决了长阳山行天的问题 后遗就不用生日了 可以这么说 可是单凭我们的力量 去对付行天恐怕 我们可以找后遗和冯蒙帮忙啊 我怕后遗不相信我 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事情嘛 为什么非得要找他呢 尊上 如果他们真的杀了行天 您会收回狮子吗 先不要说他们有没有能力干掉行天 即便就是杀了行天 我也不会收回狮子 我倒要看看 地瑶他怎么收这个场 自然而成的 人家 开场 结果 在这一幕 啊 愿意 你